2024年10月24日 日本环境省宣布 将把日本新系县佐渡市出生的 16只珠环归还中国 中国方面将于29日访日 在佐渡市的珠环交流会馆 进行交接签署仪式 31日将这些珠环运至北京 这是2016年以来 时隔8年再次进行的珠环归还活动 根据中日双方的备忘录 日方需要从中国提供的珠环 所繁育的后代中归还一半给中国 珠环曾广泛分布于 北至俄罗斯远东地区 南至台湾岛的广阔天地里 但这个美丽物种的数量 在20世纪上半夜急速下降 一度命悬一线 1981年5月 研究人员在陕西阳县 发现了当时世界仅存的 7只野生珠环 这个秦岭南路的闭色小城 由此变成了珠环的诺亚方舟 40年后 经过就地保护 人工繁育 野化放归三步走 阳县的珠环开枝散叶 至2022年12月 全球的珠环已扩展到9000余支 栖息地的面积 由不足5平方公里 扩大到了约1.6万平方公里 在陕西明陕 山东东营 浙江德青 日本佐渡 韩国昌明郡等 多个历史分布地重现 一度在日本野外灭绝的珠环 在国际交流 共同保护之下 重新建立了再引入种群 至2022年 日本共有野生珠环450只 珠环再生的40多年中 有过就地保护 与人工繁育的路线之争 有中日两国政府 与民间的通力合作 当地民众围绕着 如何保护这一珍稀物种 也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珠环种群 是如何摆脱灭绝危机的 它是如何成为 中日友好信使的 如今又面临哪些新的保护课题 四岁的梁玉凡爱画画 画个掌印 拇指添上眼睛 机关和嘴巴 加两个爪子 一只大公鸡便完成了 它的笔下 还有胖乎乎的大树 三脚顶的房屋 花花绿绿的画色中 一只怪鸟 反反复复出现 它用被啃秃的铅笔 周边发射状的细碎线条 像是带了顶印第安人的头饰 那是它的官语 这只鸟是梁玉凡 再熟悉不过的珠环 秦陵南路 汉江以北 汉中盆地的边缘 梁家势距于此 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天 梁玉凡还没有出生 一对粉红色的大鸟 出现在他家门口的大树上 他们咸了一根根树枝 在大树上搭了潮产孵蛋 没多久 梁玉凡的奶奶静小人看见 毛茸茸的小鸟 探出了巢穴 天色渐晚 珠环回到文童村附近的叶七树 秦陵南路 汉江以北的梁河村 四岁的梁玉凡 最擅长化的动物 就是邻居珠环 从此 珠环变成了梁家的邻居 夏天清晨 珠环间歇性的鸣笛 变成了近小人的起床林 他在山下的河沟边种黄豆 梁玉凡在一旁玩耍 珠环就在不远的田里 嘻嘻嘻嘻 翻找东西吃 如同记得家里的收成 近小人清楚 小珠环每年出窝的情况 去年 附近的四窝 珠环生出了三只宝宝 今年只生了两只 他猜可能是因为 今年把窝盖在了阴面 晒不到太阳 在陕西省汉中市阳县 经常可以看到珠环 甚至在宣道的县城 偶尔也能看到 他从楼宇间灰色的天空掠过 珠环个头比白鹿小 体长约70厘米 通体白色 羽干略沾粉红 嘴长而下弯 仙端为红 珠环喜欢在空中滑翔 从头顶飞过时 人们能看见 他展开的双翅下 别致的粉红色 珠环是东亚特有种 曾广泛分布于 北至俄罗斯远东地区 南至台湾岛的 广阔天地里 包括日本 朝鲜半岛和中国 都能看到他的踪迹 但这个美丽物种的数量 在20世纪上 半夜急速下降 一度命悬一线 1963年 珠环在俄罗斯境内灭绝 1979年 珠环在朝鲜半岛销声匿迹 1980年至1981年 日本将最后 五只野生珠环 全部捕获 进行人工饲养 野生珠环 在日本宣告灭绝 在1989年 中国颁布的 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中 珠环被列为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也曾将珠环的 宾威等级定为极威 与灭绝仅一步制摇 1981年5月 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刘英增 在14个省份 长达三年的跋涉后 终于在阳县 摇家沟村 及附近的金家河村 发现了当时世界 仅存的七只野生珠环 1981年 秦岭一号珠环群体 临时保护站 在陕西阳县 摇家沟设立 图 受访者提供 夏同 当时最后 七只野生珠环的 发现者 刘英增 当时保护工作者 在珠环的营巢树下 搭建观察棚 这个秦岭南路的 闭色小城 由此变成了 珠环的诺亚方舟 40年后 阳县的珠环开支散业 至2022年12月 全球的珠环 已经扩展到9000余支 珠环栖息地的面积 由不足5平方公里 扩大到了约1.6万平方公里 在陕西明陕 山东东营 浙江德青 日本左渡 韩国昌明郡等 多个历史分布地重现 一度濒临灭绝的珠环 是如何摆脱灭绝风险的 在今天 珠环保护 又面临哪些新课题 路线之争 在中国和日本的民间 珠环更广为人知的名字 是珠环 日本神话中的天照大神 也就是太阳女神 据传是日本皇室的祖先 供奉天照大神的神功 每隔20年重建 千宫 因珠环的七语意 近似太阳光色彩 千宫仪式中的重要神宝 须和利玉太刀 就用它装饰 也因此 珠环在日本被认为是神鸟 锐鸟 1835年 一位德国医生 从日本带了一个珠环标本 回到欧洲 荷兰国家自然博物馆的 度学家特明刻 以日语中的日本 Nippon 为这一物种命名 因珠环与环属的 其他成员差别明显 后有鸟类学家 新建珠环属 珠环的学名 便成为日本的日本 Nippon Nippon 并一直沿用至今 住在日本能登半岛的 村本义雄 如今已98岁 他回忆说 上小学时 当地还有大约20只珠环 我们每天看着它 不认为它是 如此罕见的鸟类 我以为它们在日本 到处都是 就像乌鸦一样 1934年 日本农林省 将珠环指定为 天然纪念物 严禁不列 当时 日本本州能登地区 和以西的佐渡岛 仍有约100只珠环 但随着战火分歧 生灵涂炭 珠环的栖息地被破坏 种群数量降低至20余只 村本义雄曾在书店 看到一本鸟类图鉴 得知珠环 在中国和朝鲜半岛 曾有几十万只 但均在减少 我们贩卖它们 吃它们做成的寿喜烧 但对这种行为没有管制 于是 村本开始了保护珠环之路 当时它只有28岁 如今已过70年 上世界60年代 日本曾采取措施 对上述两个珠环 栖息地加强保护 但情况并没有好转 村本义雄称 它见过能登半岛的 最后一只珠环 那是一只雄性 到了繁殖季 它每天都在不停地提叫 因为它在寻找一只雌鸟 1981年春天 日本把野外仅存的 这五只珠环全部捕捉 希望将这五只 与原有的一只一起饲养 以实现珠环的人工繁殖 但因当时对珠环缺少了解 被圈养的珠环 纷纷出现细菌感染 撞伤和疾病等问题 最终繁育失败 类似的情景 出现在整个东亚地区 20世纪中叶 有学者曾在乌苏里 将苏联一侧 探到过珠环的踪迹 但1963年 苏联的最后一只珠环 在哈桑湖灭绝 1974年 在朝鲜半岛 北纬38度人际罕至的 非军市区 有人发现了四只珠环 但至1978年 朝鲜半岛的 最后两只珠环也死了 是什么 让这个已被人类 记载了数千年的物种 几乎同时在各个分布地消失 根据中日学者的研究 农药的使用是关键原因 二战期间 因具有广普杀虫能力 DDT的使用范围 在全球迅速扩大 水田是珠环主要的密食地 难以降解的DDT 会在珠环体内腹脊 密食的面积减少 食物的数量和质量下降 进一步影响珠环的繁殖成功率 与此同时 砍发森林 让珠环在繁殖期无处安加 作物种植的改变 让东水田大量减少 依赖水田的珠环无石可命 猎捕和其他人类活动的范围 强度增加 也对珠环种群造成直接干扰 本国保护屡屡受挫时 日本也试图在海外 寻找这种以国命名的鸟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 日本提出请求 希望与中国共同拯救 这一宾威物种 1978年 中科院动物所组建考察队 由研究员刘因曾带队 沿珠环的历史分布区域 开展野外调查 但事宜珠环的生境 大大小小散入星斗 三年间 考察队赴河北阴山 安徽大别山等多地寻找珠环 此前 国内关于珠环的最后一条信息 出现在1964年 鸟类学家在陕西阳县 捕获到一只珠环 并制作成标本 至此 刘因曾把阳县作为重点考察地区 在阳县 珠环被称为红鹤 他从一味上了年纪的老人 口中得知 阳县确实有红鹤 但也已多年没有见到 第三次到阳县时 刘因曾制作了珠环的幻灯片 让阳县电影院 在每场电影前都播放 放映员告诉观众 如果发现这种鸟 奖励100元 巨额奖励的刺激下 一时间真真假假的消息蜂拥而来 刘因曾被消息牵着四处奔走 最终也是从这些真假难辨的消息中 发现了珠环的踪迹 刘因曾撰文回忆称 1981年5月 他们根据当地居民提供的线索 深入山里 正沿着一条名为马道梁的山脊 向西北方向择路前行 突然听到两声啊啊的鸣叫 只不抬头 一只大鸟正从他们头上掠过 正是珠环 一切虽在一瞬间 我们却看得非常清楚 我不能说清楚当时的感觉 有人说感情这东西如流水 浅则低液 甚则哑然 我们五人当时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 欢呼雀跃 智貌挥比高呼 只觉得一股巨大激流冲击着心扉 最终 刘因曾等人 在阳县山区的姚家沟村 和附近的金家河村 共发现了七只珠环 其中成鸟四只 幼鸟三只 并将其命名为秦岭一号珠环群体 发现七只珠环的消息 一时世界瞩目 但有了日本的前车之舰 中国的保护会何去何从 一场极端天气或猎杀 就能将这一物种推向绝境 陕西省林业局高级工程师 常秀云说 当时刘因曾老师 和环保部门的专家都认为 日本有多年保护 饲养珠环的经验 我们应该学习日本 把七只野外的珠环捕捉 送去北京动物园 搞人工繁育 用这种方式 把这个物种保护下来 这一观点 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和反对 比时刚毕业的常秀云 见证过一次双方的争执 一次在北京开会 时任陕西省林业厅野生动物 资源管理站站长许树华表示 既然在阳县摇家沟发现了珠环 就说明摇家沟的生态环境 适合珠环生存 摇家沟没有污染 有大树可供筑潮 有村民种植的水田 不需人类过多干预 珠环在当地能够进行自然繁殖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许站长是山西人 特别指当时本来身体就有病 吵得他当场都吐血了 我看着都害怕 但许树华的观点 得到了圆陕西省林业厅的支持 最终 圆国家林业局同意 一边采取就地保护的措施 一边提供珠环个体 用于人工繁育 艰难守护 发现珠环的摇家沟 位于深山 环境闭塞 整个自然村就欺负人家 在珠环建朝的参天青钢树下 是清朝光绪和道光年间的坟营 因为生活困难 村民没有钱去买化肥和农药 珠环原始平原 丘陵地区的鸟类 摇家沟村海拔 却高达1200米左右 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于小平解释说 正是人类活动的拓展 将珠环逼到了这一弹丸之地 在网上就没有人了 他当时就被挤在 那样一个角落里 抖延残喘 在发现珠环的几天之后 阳县政府发出 关于认真保护世界 真情珠鹿环的紧急通知 他的发现 不仅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 有很大价值 而且对促进 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 有意和文化交流 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通知要求 不准在珠环活动区狩猎 不准砍伐珠环营朝 七夕的树木 不准在珠环的密室田 使用化肥和农药 不准在珠环繁殖潮区 开荒 开矿 放炮 1981年6月 阳县林业局 成立秦岭一号珠环群体 保护小组 后发展为 陕西省珠环保护观察站 下称珠环站 并于2005年升级为 陕西汉中珠环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刚从西北大学 进修归来的陆宝中 带着林业局抽调的 另外三名年轻小伙 进驻姚家沟 成了村子里的第八户人家 陆宝中等人 在聚朝不远的树下 搭了观察棚 每天天亮就进入棚内 轮流进行守护 他们的任务就是用望远镜 盯着几只鸟看 刚开始第一年 完全是出于一种工作任务 当时谈不上对珠环的爱 但有一种新鲜感 陆宝中说 珠环是一种忠贞的鸟类 每年二月 珠环夫妇开始进入繁殖期 四五月份小珠环破壳 六月下旬开始 小珠环初飞 珠环进入游荡季 四处密室后 再傍晚回到夜七树的 集体宿舍休息 直至次年繁殖季 珠环夫妇离开集体宿舍 再次回到巢穴修补补补 开始新一轮的繁殖 绝大多数时间里 陆宝中等人的工作 就是观察 记录 跟踪 监护 日复一日 月复一月 有一些村民难以理解 问陆宝中 你们整天在山里 和几只鸟打交道 有什么意思 繁殖季尤其费神 根据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丁长青的研究 1981年至2003年间 珠环育出期间 死亡的雏鸟 占总数的60.7% 因此对卵和雏鸟的监护 至关重要 黄幽 蛇和猛禽 都是珠环的天地 珠环个体数量太少 难以承受物净天泽的自然法则 为了防蛇 陆宝中等人 给鸡蛋扎个小孔 注射农药3911 毒蛋放在树下 蛇却没有吃 他们也尝试过 在树下撒雄黄 在树干上涂抹黄油 但都不见效 保护区工作人员 刘逸回忆说 最后采取的方式又绝又狠 在窄细的木条上 插满薄而锋利的刮糊刀片 木条树立 有一人来高 严树周绕一圈 如果蛇向上攀爬 他的潮没问题 朱桓还一直站那儿叫 我把单筒望远镜换成了双筒 发现原来有条黄汉蛇 汪锦蛇从旁边的树上爬过来了 尽管朱桓的潮树下有防护 但他的树冠 与旁边另一棵树相接 蛇可以借到偷袭 刘逸跑到树下 扔柴火 石块想把蛇打下来 好不容易打中了 蛇也没有停下 我着急了 喊在旁边插秧的村民老张 让他拿个梯子和竹竿赶紧上来 很快蛇爬到了潮树上 一只珠桓叫声凄厉 站在蛇的对面 扑腾着翅膀 打了一下蛇后飞走 潮里的雏鸟老大已能离潮 迅速站到了旁边的树枝上 老二则吓得将头埋进潮里 蛇爬到潮那儿 真的是张开血盆大口 把老二吸进了嘴里 老张带着竹竿和梯子赶了过来 还是够不着 最后又夹长竹竿 在旁边的树上一通挥舞 终于把蛇打了下来 掉下树后 蛇先把老二吐了出来 一溜烟从草丛中逃走 留意一看 老二已经窒息死亡 除了自然界中的天敌 人类是珠桓的另一种天敌 从1981年发现起 野外珠桓的个体数量 都在十指左右徘徊 却在十年内接连遭遇猎杀 至1990年初 阳县的野生珠桓也只有13只 当年元月 保护区管理局高级工程师张月明 负责在西乡县追踪监测的 第一只珠桓不见踪影 几天后 他在汉江河滩上 看见了这只珠桓的尸体 身体上有明显的血迹和枪伤 同年9月 他在站里接到电话 得知有村民在稻田中 发现一只受伤的珠桓 送到了武坚乡 县武坚镇政府 他和民警一起抵达后 发现珠桓还活着 张月明像抱小孩一样 两手端着 把珠桓抱了起来 珠桓还在流血 染在了他的衣服上 珠桓叫了一路 他叫一声 你就觉得很疼 很难受 那种扎耳的声音 感觉能穿透你的心肺 当时没有专门的鸟类救助 张月明把珠桓送到县医院 医生给拍了X光 片子一出来 发现是铁砂 就知道他没救了 医生把珠桓身上 黄豆粒大小的铁砂取出 不久珠桓死亡 没成想 这只珠桓的死亡 只是一个开头 接连三天 五间箱内发现了 三只珠桓被猎杀 无以存活 就在猎杀案发生的同一时期 日本环境厅 自然保护局官员等 一行人到阳县参观 珠桓正视此行的目的 珠桓遭猎杀的事情 层层上报后 惊动了国务院 国务院给陕西省政府发电报 要求组织侦破 杜绝此类猎杀事件再次发生 公安部派人到阳县督导侦破 多位受访者并不否认 相较其他的宾微物种 珠桓得到了国内 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和资源 这对珠桓的保护至关重要 一个坏耸 头一天晚上打的 打的时候以为是白鹿 结果打下来了 发现是珠桓又不敢带走 就藏在了稻田里边 张月明说 最终 公安机关侦破案件 涉及猎杀案件的共两人 依据野生动物保护法 一人祸行五年 一人祸行四年 由于幼鸟夭折 猎杀等多重原因 至1990年底 珠桓的野外种群数量 又回到个位数 仅存久之 一个物种到达 濒临灭绝的瞬间 重新恢复增长 要经过从数量剧烈下降 稳定上升 要突破一个瓶颈 迈过这个坎 是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陆宝中认为 珠桓保护最初期的数量 增长缓慢 是一种必然 包产到户 如何迈过这个坎 打破这种必然率 先要堵住枪口 当地靠山吃山 不少农户以打猎为生 猎杀案发生后 阳县公安部门 对全县3237只猎枪登记造册 对不合格的猎枪统一封存 并划定了禁猎区 回顾几次珠桓猎案件 无人承认 是处于故意猎杀猪桓 于是 阳县政府开展了 保护野生动物宣传乐活动 下发的文件写道 要运用各种宣传工具 采取各种形式 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 与此同时 猪桓站雇佣了 20多名当地青年农民 作为季节性的巡护员 参与监护 但巡护员并非专业科班出身 工作在山野间 散漫天地 无人监管 当时正逢全民下海潮 到城市经商赚钱成了潮流 但保护猪桓必须守在山里 这极大动摇着 很多保护工作人员的心 陆宝忠说 2023年1月13日 阳县猪桓生态园内 工作人员准备给猪桓卫视 他换好猪桓熟悉的工作服 避免猪桓受到惊吓 投尸之前 还需将农舍清理干净 2015年 高架沟一只猪桓 遭到外来人员猎杀 村民高善之 将其中一人控制 陕西汉中猪桓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奖励给他一辆三轮车 为了让他们收心 丁锦猪桓 陕西省自然保护区 和野生动物管理站站长曹永汉 以及陆宝忠等人商议后 决定效法土地连产承包责任制 尝试一种新的办法 包产盗户 巡护员不在公务员体制内 一个月的工资仅30多元 但如果监护的巢穴 成功繁育出一只小猪桓 就可获得1000元的巨额奖励 如果监测保护得当 在一个繁殖剂内 能获得非常可观的奖励 真金白银的激励立竿见影 1994年 当年初飞的小猪桓 达到历年最高 共成功孵化了12只雏鸟 相较前一年 小猪桓的成活率 提高了4倍左右 1995年 野外猪桓的种群数量 突破50只 随着猪桓种群数量的增加 巡护员开始忙不过来 与雪豹 长臂猿等众多 宾为物种不同 猪桓是半人种 依赖水田取食的特性 让它们总是出现在村庄周边 在安全距离内 猪桓对人类的活动 不会特别敏感 利用这一特性 猪桓站开始发动村民 从1988年开始 对发现新的营巢地 叶宿地 取食地和抢救野外病 若伤猪桓个体的人员 都会进行奖励 据统计资料 在保护初期 来自群众的报告信息 占到80%左右 这一方式之后 持续多年 因为猪桓种群数量的增加 奖励在近年才取消 但还有杨县人 在闲聊中提到 看见猪桓出问题 就给猪桓站打电话 有奖励 至2000年 猪桓种群步入稳步增长期 包产到户模式随之改变 猪桓在谁家门口 搭窝建潮 产卵育幼 猪桓站工作人员 就会上门发展信息员 给村民一定补贴 让村民帮忙看护 确保猪桓繁殖 不会受到掏鸟窝 打猎 放炮 砍树等意外因素的影响 据保护区负责 保护工作的曾建文介绍 这一制度持续至今 每年繁殖剂 他们会对已知潮雪 进行全面巡护 嘱咐村民 如发现意外情况 要与保护区随时沟通 保护区管理局局长 牛克胜认为 猪桓的监测难度较大 通过把七夕地 附近的群众拉进来 激励他们参与到 猪桓的潮雪 叶宿地等保护工作中 这种保护区 有时没事张望一下 看看潮里的猪桓 就是抬头看一下的事情 也不耽误干活 如今杨县野生猪桓的 数量较多 他今年没有拿到补贴 繁殖期有外地人来拍鸟 他还是会让人 离猪桓远一点 他们都说 这个鸟是吉祥鸟 好运鸟 我也不知道 反正和别人家比 我家过得也不差对吧 他长得挺好看 肯定还是希望他 每年都来 靳小人说 从靳小人家 往南十多公里 是高家沟村 从2009年开始 两只猪桓 在高扇之家门前的 老鱼树上坐卧 相距不足十米 猪桓在树上抚育幼鸟 高扇之在屋里抚养孩子 过着互不打扰的生活 每年的繁殖期 保护区都会来人 高扇之觉得自己太忙 没领过100块的信息源补贴 2015年5月23日晚 高扇之刚送走 两个聊天的邻居 折回自家点上一根烟 看见两个人 用头戴矿灯往树上照 高扇之问 你们是干啥的 对方没回答 说话间一声枪响 一只猪桓从树上掉了下来 就十几秒钟 我一根烟都没抽完 高扇之看清 两个男子一人拿着气枪 一人拿着气筒 我说你们把猪桓打了 他们说不是的 这不是猪桓 我心想让他们走了的话 保护居然来了 我没办法交代 高扇之拉住了打枪的人 对方慌了神 从钱包里拿出一打钱给他 见高扇之不接 另一个抱着气筒的人 撒腿就跑 闻声而来的两个村民追了许久 但天色已黑 没能追上 被射杀的是一只雄性猪桓 掉下树后扑腾了两下 就不再动弹 附近的村民 把他放进纸箱 被随后赶来的保护区的人接走 次日逃走的另一人也被控制 原来两人一个来自四川 一个来自湖北 到杨县参加物资交流大会 看到高扇之家门口 有大鸟后决定猎捕 他们表示 不知道那是猪桓 杨县70%的人都认得猪桓 这在世界范围内来说 都算是一个奇迹 张月明说 经过1991年盗猎案件的震慑 和多年普及 30多年来 再未发生过 杨县本地人猎杀猪桓的事情 高扇之觉得这个比例应该更高 杨县凡是董事的人 应该没有不认识猪桓的 因为帮助抓获盗猎人员 政府决定加奖高扇之 他觉得钱太虚了 提出要一辆三轮车 保护区工作人员 把他带到店里 他选了一辆红色的三轮车 时至今日 这辆红色三轮车 就停在他家客厅 村里没有人不知道 这车是保护区奖励给我的 高扇之家门口的雄姓朱桓死了 雌姓朱桓凄惨叫了好几天 潮里已孵化出三只小朱桓 考虑到雌姓朱桓难以单独育用 几天后 保护区的人将三只小朱桓 接走饲养 人工繁育 当时朱桓的饲养 繁育技术已很成熟 在最初关于保护路线的争执之后 就地保护的同时 两条腿中的另一条 人工繁育也开始迈出 银猎朱桓的事件事有发生 朱桓野外生存存存在一定风险 有关部门决定 每隔几年 从野外捕获一部分幼体 送至北京动物园进行人工饲养 1981年6月23日 第一只朱桓从杨县启程 于25日下午6点安全到达北京 由北京动物园进行保护饲养 1985年至1988年间 又先后捕获5只 1986年 北京动物园开始朱桓的异地保护研究 1989年 在人工饲养下首次孵化成功 并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这让杨县也跃跃欲试 每年秋冬季节 会在野外发现一些饥饿 并伤的朱桓个体 对他们可否尝试人工繁育 1989年7月 陕西省朱桓保护饲养中心 开始在杨县周家坎村建设 此年 利用抢救收养恢复健康的朱桓 朱桓站开展起人工饲养繁育研究 他们曾派人到北京动物园学习 人家比较宝贝 只隔着窗户让我们看了看朱桓 更不要说繁殖孵化这些细节了 刘亦说 最初的尝试并不顺利 朱桓是典型的雌雄同行 性别判断一直是朱桓保护的一个难题 繁育初期 经常会有两只同性别鸟 被关到同一个繁殖龙的情况 另外 参与繁育的鸟质量参差不齐 刘亦记得 其中一只鸟被同事取名为傻鸟 它起身学那只鸟走路的模样 迈着八字不舔着肚子 走起来颤颤巍巍 因为遗传 傻鸟的一只眼睛失明 身体状况也不好 这些鸟本身就有缺陷 你用这些鸟去做人工繁育 可能成功吗 1993年 通过从野外的巢穴取卵 回来人工孵化 朱桓站获得了三只健康的朱桓个体 为了让朱桓找到自己的配偶 朱桓站不再搞包板婚姻 在繁殖期 把它们放进更大的网笼 给它们自由恋爱的空间 1995年 这些健康的朱桓不负众望 产下受精卵 从卵产下至雏鸟完全出渴 美眉卵的孵化需要28至29天 孵化的末期 留意晚上也会睡在旁边 如果这时候拿起蛋听一听 甚至能听到小朱桓微弱的叽叽叽声 它还记得低支朱桓破壳的声音 类似一种轻微的炸裂 蛋上会裂开一条缝 里边的小朱桓用嘴磨出一个很小的孔 从小孔里能看见它的嘴巴 最初还是白色 尚没有染上标志性的红色 之后 小朱桓会花费十几个小时 将剩余的营养全部吸收 这时候最关键 总是又开心又担心 就怕它出不来 留意希望朱桓自己能争口气 因为一旦它难以破壳 即便在人工协助下最终出壳 也往往体弱多病难以成活 待营养被吸收后 小朱桓会在蛋上顺时针 啄出一个椭圆形的帽子 顶破急出壳成功 1996年的3月和4月 野生朱桓迎朝8处产了21枚 朱桓救助饲养中心 三对朱桓参与繁殖 产了20枚 对于种群的贡献 二者旗鼓相当 但几年之后 人们慢慢发现了一个严峻的新问题 繁育龙养的朱桓正在丧失一些本领 与其他野生动物一样 野外朱桓在独立生活前需要 像父母和同类学习秘食 躲避天敌等多种技能 在意识无忧的龙养条件下 一些技能不再被使用 逐渐丧失 留意形容 就好比人类的语言 野外环境中的珠桓 有一百多种叫声 但龙养的珠桓 只有几十种 差别很大 1998年 人工繁育的珠桓 顺利繁衍自二代 但它自然育除的本领 也在逐渐丧失 据陆宝中当时的研究 往往在雏鸟即将出壳时 青鸟会迫不及待地将卵拙破 这导致雏鸟不能正常出壳 可能造成胚胎死亡 陆宝中说 人工饲养繁育珠桓的最终目的 就是通过野化训练 让它能够回归野外 补充野外种群 对珠桓的重新野化 被提上一程 在野化的概念 大致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被提出 侧重对关键物种 进行训养和适应性训练 促进生态系统 及其相互关联过程的和谐恢复 在国内 普世野马 麋鹿等 均在野化放归方面 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把动物放归野外 看起来非常简单 却需要漫长的探索 长秀云解释说 一个物种的野化过程 往往需要几年到几十年 环境条件和饲养管理细节的差异 都可能造成个体行为的改变 要一步一个台阶 一点点往前推 与野生猪环相比 当时人工繁育的猪环底子很弱 据陕西省珍西野生动物 抢救饲养研究中心 马清益的一次实验 人工饲养繁殖的猪环后代 放飞野外三天的飞翔时间 共为1.6小时 而野生猪环的飞翔时间 在10小时以上 为探索野化 他们特地在阳县华阳镇的 一个僻静山沟 建设了一个1800平方米 15米高的大网龙 网龙内 尽量模拟猪环的各种栖息环境 有山坡 树木 水稻田 沼泽 灌丛 草地 沟渠 他们还模仿野生猪环 制作了蜜石 扇翅 洗浴等 多种姿态模型 安置在大网龙中工圈养猪环学习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千奇百怪 比如训练期曾给部分猪环 佩戴了无线电发射器 龙内长时间缺乏蛇和猛禽等天敌 让它们产生了安全感 一旦回归野外 这会给它们带来致命的危险 之后 研究人员调整七杠 一头用力柱固定 另一头搭在树上 逐渐引导猪环回到树上叶速 为了锻炼它们 躲避天敌的能力和飞翔能力 还特意制作了专门的标本 隔一段时间在空中模拟猛禽飞行 播放它们的鸣叫声等 圈养环境也让猪环习惯了饭来张口 只要找得到饲料盆 就可以获取足够多的食物 但对于野生食物 比如青蛙 它们几乎全员无动于衷 为了引导它们 取食自然界的食物 刘易等在饲料盆中 天敬活的泥丘 一步步把饲料盆拖进河里 水田 让饲料与仿自然的环境融为一体 经过种种集训 2004年11月 12只经野化训练的猪环 在阳县放飞 2005年又放飞11只猪环 一年之后 这些人工野化放飞的猪环 被记录到野外繁殖 共赢探索 经过19年的保护 2000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将猪环受威胁等级 从极微调整为宾威 在猪环的种群数量 步入平稳增长后 保护的侧重点 也逐渐转向了它的栖息地 阳县当地村庄 多沿秦岭山谷河畔分布 水稻一年一熟 蓄水的冬水田中 藏着泥丘 黄鳝 田螺等 是猪环冬季食物的重要来源 但包产到户后 农村放干冬水田 种植油菜等 作物的两季轮种方式 逐渐开始流行 1981年颁布的四不准文件 提出猪环经常活动范围内的稻田 不准使用农药 化肥 随着冬水田减少 1982年 杨县再次发文 要求猪环朝地 要保持原有耕作制度 不能将水田改旱田 还有对迎朝树的保护 当地位于山区 当时我们林业部门的主要职责 就是伐木 砍树 张岳明说 最初的迎朝树 因为于坟地才得以保留 因此四不准 终也要求 不论是国家 集体 个人所有的树木 一律禁止砍发 正知周围禁止打枪 放炮等惊扰活动 1985年 猪环战队摇家沟 三叉河等朝区的大树 统一挂牌剑卡 若占用农民的树 就急于补偿或出资购买 为减少当地群众 对于环境自然资源的利用 带动他们一起保护珠环 老百姓需要什么 就提要求 最初干了很多扶贫的工作 张秀云回忆说 应摇家沟百姓的要求 他们在摇家沟办了小学 帮大电村修了路 在三叉河建了水电站 国际环保组织 也通过捐款捐物等方式 帮助社区 在日本 村本一雄 常被邀请去不同的地方做讲座 他还带着白色腰带 挂着捐款箱走上街头 向日本民众呼吁 保护中国的珠环 这些捐款跨越江海流向阳线 他前后为中国珠环 募集了约1700万日元 约合83万元人民币 1993年起 村本一雄多次到阳线 观察拍摄珠环 给学生做讲座 长秀云会日语 负责接待陪伴 好多年过去了 我和村本去阳线的超市里买东西 收银员说 村本爷爷 我小时候你来过我们学校 给我们送过文具 在珠环 七席地分布较少时 一些经济补偿等 措施上行之有效 但随着珠环数量的增加 保护的压力 也随珠环的个体扩散 被传导到了更多地方 应保护部门的要求 村民禁止在珠环密室地 使用农药和化肥 1995年至2003年 阳线化肥的使用量 从200吨下降至100吨 这给阳线农民的收入 带来了直接影响 用农药化肥 一亩地能产1000斤左右 不用的话就只能产五六百斤 一位村民说 此外 为了避免造声惊扰 当地禁止在珠环繁殖区开山 采矿 放炮 修路 及对环境有影响的开发建设 据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后留言 2006年做的调研 当地为了保护珠环 关闭了数十加石英矿 水泥矿等 到2000年 保护部门和地方政府 每年还通过减免供购粮 农业税的途径为农民减负 现后投入180万元 1998年后 担任过杨县副县长的 李天刚回忆说 对于农药化肥的限制使用 确实让当地老百姓 增加了劳动强度 减少了产量 仅水到减产 就造成每年5000万元的损失 因为环境保护的压力 阳县很多地方放着矿不能采 我们阳县的百姓 为了珠环做了很大的牺牲 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 阳县戴了很久 经济发展落后 也直接影响到了 当地官员的仕途 其他县的县长 过几年就升到市里了 我们县经济上不去 县的官员也一直升不上去 李天刚说 这2004年 阳县的人均GDP仅为4082元 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40% 农民人均收入仅1430元 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直接的利益受损 让保护与社区矛盾难以避免 一度甚至有保护珠环利在国家 害在阳县利在子孙 害在当代的说法 如果不让群众从保护中得到实惠 珠环保护事业也将难以为继 为此 保护区开始了共赢的尝试 2003年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在阳县启动名为绿色水稻的 珠环综合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 项目地就在珠环七夕的草坝村 当年建设的官鸟牌 如今仍矗立在村口 不足白米远 就是一棵珠环的叶七树 1996年以来 每年都有珠环在此营潮 保护区希望扶持当地村民 改化肥为农家肥 通过打造绿色稻米 提高单产的价格 来弥补总产量的减少 当时消费者还没有 吃绿色有机食品的观念 也没有形成品牌和产业 种出来的稻米卖不出去 就通过政府收购 这样来扶持 常秀云说 因为参与者有限 销量低迷等因素 这个项目最初并未取得可见的成果 但这次尝试 为后来的发展 埋下了一颗种子 2005年 国家颁布 有机产品国家标准 这让李天刚眼前一亮 阳县此前对农药化肥的限制 转而成为优势 使用农药和化肥 过几年土地就板结了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但有机不一样 连续5年以上 你的土地会越种越肥 形成良性循环 他邀请了中科院院士朱贤摩 安芷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伦 李佩成等人到阳县考察 联名提议在陕西建立 有机食品产业基地 次年 阳县制定了有机产业发展规划 据草坝村村之书刘玉华介绍 从2009年开始 草坝成立了合作社 组织农户领取 购买有机肥料 按照有机农业生产技术标准 从子种 肥药 管理 销售等全程参与指导 以确保产品的品质 发展到后来 合作社开场负责农产品的深加工 直接将小农户的有机产品 与大市场对接 目前 草坝村已有黄金梨 黑米 红米 菜籽油 黑米酒等多种有机产品 建成有机梨果基地3800亩 有机水稻 油菜基地6050亩 最开始 我们的东西生产出来之后 卖不出去 还需要政府的扶持 但现在 我们通过深加工 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完全能够实现盈利 让大家都有钱赚 刘宇华介绍说 村集体共482户村民 近年来每年年底 都能拿到分红 见到经济效益后 周边的其他村 也有人加入合作社 目前全社共520户 草坝打造的有机食品品品牌 以珠环湖为主 对杨县来说 珠环也是最大的品牌 别人的黑米卖3块钱一斤 你杨县的黑米 为啥卖10块钱一斤 李天刚说 这种时候 在杨县田间地头密室的珠环 能给出最直接的回答 珠环对生存要求这么高 就在我们田里 站着找泥丘吃呢 我们还需要说啥呢 杨县县城的一个十字路口 珠环展翅高飞 在杨县 珠环元素遍布大街小巷 2010年开始 杨县每年设立 1000万元的有机产业专项资金 推动有机产业的发展 后又特设有机产业发展办公室 至2015年10月 国家认证 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正式授予杨县首批 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显称号 同年 杨县珠环排道米 被评为全国知名商标 这也是西北地区 谷物类首个知名商标 2017年 珠环生态 有机产品区域品牌价值评估 高达70.57亿元 据杨县有机办提供的数据 至2022年底 杨县全线累计发展 有机生产企业41户 其中加工企业15户 认证有机或有机转换产品 15大类110种 17.08万亩 认证总产量4.01万吨 实现产值16.4亿元 以珠环为品牌的有机产业发展 最终也反补到珠环 更利于其种群的生存发展 珠环成就了杨县有机产业的发展 有机产业发展推进了珠环的保护 李天刚总结道 开支散业 2000年后 杨县珠环饲养种群 被发现感染新成益病毒 当地家禽又爆发禽流感 给野生珠环带来了极大威胁 杨县的珠环种群恢复之后 如何在其他地方实现珠环的再引入 成为珠环保护的下一个课题 2023年1月16日 杨县溢水镇上一村 一只珠环躺在村民的仓库内奄奄一息 村民在前一天发现这只珠环 为了避免它被猫等动物伤害 报警后将它放入无人的仓库内 等待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上门救助 工作人员得知消息后 赶到现场救助 给珠环做禽流感病毒和新成益病毒检测 下午4045分 这只珠环被送到珠环生态园 但到达时已经死亡 工作人员正在给它称重 这只成年珠环的体重不足一公斤 工作人员分析称 死亡原因可能是因为捕食困难 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珠环的遗体准备做冷冻处理 以后可能会制作成标本 丁长青在研究中表示 孤立的珠环野生种群必定相当脆弱 一旦遇到突发疾病和自然灾害 等恶性事件的打击 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可能造成现存珠环野生种群的全军覆没 因此 有必要通过人工方法 将珠环重新引入该物种的历史分布区 建立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野生种群 使宾位物种 在其已经灭绝的历史分布区得到恢复 珠环的栖息需要满足湿地和森林 两个生态系统 但几十年间 国内珠环的历史栖息地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于小平介绍说 原国家林夜局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考察 包括东北 华北 西北等多个地方 最终选定了陕西凝陕作为珠环 在引入的最初试验田 凝陕县属陕西省安康市 毗林汉中 这里森林覆盖率在70%以上 有大面积的林地可供珠环筑巢 其次凝陕河流密布 在滴山河河岸边缘有大量的水田 这对依赖湿地环境密室的珠环来说 就有了实物保障 因为他和阳县类似 也在秦岭南坡 气候条件也比较符合 而且说到引入珠环 当地政府也很支持 这很重要 于小平说 常秀云参与了凝陕种群重建的全城 当时日本宣称 将在2008年野化放飞珠环 常秀云听到消息后很着急 全世界的珠环都是我们这儿出去的 我肯定想我们的工作走在前面 因为资金不足 他给日本大使馆写信 又联系村本一雄 最后村本一雄 又筹了1000万日元支持我们的工作 2007年5月 26只龙氧珠环个体在宁闪放飞 但其中仅有14只存活了下来 第二年 其中两只珠环繁殖配对 并成功产下后代 相比阳县 宁闪的密室地种类相对较少 食物丰富度和生物量较低 导致了密室能力较弱的个体死亡 据于小平的统计 至2011年宁闪先后放飞了56只珠环 其中共32只个体成功度过了第一个冬天 在已知的11例死亡中 近一半因饥饿死亡 成功出飞的33只雏鸟 也因饥饿死亡13只 但对在引入种群而言 这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一个惊喜的发现是 2011年宁闪时值参与繁殖配对的珠环中 有两只系从阳线扩散而来的个体 阳线是全球唯一一个野生种群 而宁闪相当于一个卫星种群 我们想看能否将二者联动起来 建立一个集合种群 于小平说 宁闪的在引入种群不断壮大 至目前已发展到了300多只 之后 珠环的在引入种群 又在浙江德青 陕西千阳 陕西同川 河南罗山 河南董寨等多个地方生根 在国际上 中国的珠环保护 也得以让这种神鸟重现日本天空 1985年 园林业部与日本环境省签署 中日共同保护研究珠环会议纪要 同年珠环华华出借给日本 与日本的阿金繁殖配对 但以阿金的身体状况 多年未能产下一次 1994年9月26日 珠环隆隆凤凤离开阳县 从咸阳机场搭乘班机 抵达日本新系县佐渡郡 开展人工繁育计划 1998年 江泽民主席访日 赠送一对珠环给日本 悠悠 洋洋抵达日本 这两只珠环成功繁育了一只小珠环 经日本民众投票 被取名为悠悠 悠悠与中国借给日本的美美 前后共繁殖了71只珠环 一度在日本野外灭绝的珠环 在国际交流 共同保护之下 重新建立了再引入种群 至2022年 日本共有野生珠环450只 同样曾是珠环历史 栖息地的韩国 在2004年 2008年和2013年 获得中国领导人相赠的六只珠环 至2022年 韩国共有饲养个体350只 野生珠环50只 通过开支散业 2022年12月 国家林草剧对外公布 全球珠环种群数量 已经从1981年的7只 扩展到目前的9000余只 珠环栖息地面积 由不足5平方公里 扩大到约1.6万平方公里 珠环分布范围 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展 从保护初期的沟通 到后来将保护成果输出 国际交流 对珠环这一物种的保护 十分重要 村门一雄表示 为这一物种的遗传多样性考虑 国与国之间的交流 至今仍十分必要 曾建文也认为 不同国家的研究和经验有差异 国际交流可以沟通各自成果 学习先进的保护理念 扩宽自身的保护视野和思维 目前珠环基本摆脱了灭绝风险 在东亚建立多个珠环的 再引入种群 为种群遗传多样性的增加 提供了时空基础 刘克胜认为 除了对于物种本身的发展考虑 它的象征意义也至关重要 在他看来 输出珠环个体 在其他地方建立再引入种群 不仅仅是说 我们输出了这种美丽的 具有观赏性的鸟 它对生存栖息地的要求很高 也意味着 我们给当地送去了一个环境的保护伞 陕西省林业局 2002年发布的 珠环保护蓝皮书提出 将持续实施 秦陵北路连续十年放规计划 逐步在中国西北 东北 华北 华东 华南等地 实施珠环野化放规工程 带动日本 韩国 俄罗斯珠环保护 努力实现珠环 在东亚大地的广泛分布 从实践层面来讲 实现这一雄心的难度还很大 在历史资料中 珠环是一种候鸟 但目前的种群 均来自阳县的流鸟种群 于小平表示 如何让它恢复 候鸟迁徙的习性 是其中关键 这有待进一步的实验和探索 否则东北地区和俄罗斯水面结冰后 它无处觅食 难以度过寒冷漫长的冬季 除了未来发展 当下的野生珠环种群 也面临一些待解难题 于小平发现 目前阳县的珠环在不断向外扩散 这是种群数量扩张后 栖息地饱和的一个表现 栖息地内的一些新变化 也令人担忧 农村弃农从工者中 导致农田荒芜的情况日益加剧 比如最初发现珠环的摇家沟 村民陆续搬离 如今已无人居住 随着人的迁移 珠环也离开了摇家沟 这个最初的大本营 类似的情况在阳县多地上演 保护区今年的一个实验地 选址在珠环七夕的文童村 该村村之书李小丽说 因为农田位于山区 难以机械化作业 种田效益实在太差 辛苦一年 不如打工十天正的多 村里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农田荒芜 这样的变化 加剧了珠环生存的压力 曾建文说 如同最初在草坝村的探索 他们希望在文童村 通过尝试 瞎到一体等综合种植方式 来增加农民收入 把农民留住 或者把企业引进来 让山里的土地再度被利用 也为这些珠环 留下赖以觅食的水田 以前种田多的时候 珠环每年都来村里 后来冬天种油菜的多了 荒地也多了 珠环就不来了 李小丽说 如今 之前的荒地已重新蓄水 东水田旁几十只珠环 正停在树上 由村民拉着车经过 他们没有经费